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过年当然不仅仅鸡鸭鱼肉咯 年菜桌上呢 一定要有这一道 不管是卖相啦 名字都很吉利的元宝水饺 好 云南门市场当中 有一家已经开了37年的水饺店 是当地特色有名的知名老店 跟一般水饺不一样 这水饺里头加入菠菜 南瓜 它们有黑猪肉做成的内馅 不但有青葱 有酒黄 还有胡瓜在里头 也因此吃起来特别的鲜鲜多吉 菠菜三盒 菠菜三盒 好 我这边拿胡瓜那边撒 这个是什么的 这是菠菜米南瓜 这是有色的 你说你的水饺很好吃 我拿去台北 老客人一直上门 老板的双手也没停过 三个人六只手围着大方桌 手指头不停动啊动 又压又捏 一颗又一颗的胖嘟嘟水饺 就从手中变了出来 老板不能偷懒 因为不管平日 假日 甚至是过年前 这色彩缤纷的黄金饺 翡翠饺 还有白玉水饺 颜色喜气洋洋 可是附近活活妈妈 固定捧场的热门商品 老板 请你帮我们包一个金元宝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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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熟客才有的VIP福利 就是每到过年前 可以请老板帮忙包镜 洗干净的零钱硬币 就成了象征招财敬宝的金元宝 所以孙子吃到的时候应该很开心 我孙子好开心 阿嬷 我精彩 精彩的 上门的老客人都知道 这里的水饺都是老板 当天现做现包 因为摊子就位在桃园的南门市场里 采买方便 也能够确保食材的新鲜度 后腿肉 是我们市场 这个活宅的新鲜黑猪肉 它金比较少 再来因为它是在活动 因为这个筋 这肉的地方它有比较弹性 像我们手指头给它压下去 把它弹上来 那就表示这个做猪肉 这很新鲜的 这没有问题 猪脚做好了基本功 还得有绿叶来陪衬 除了有用八角 花椒 干贝等十多种中药材 调成的独门酱之外 不能少的 还有新鲜青葱和酒黄 而从小爱吃护瓜的老板 居然也把这一味给加了进去 护瓜 酒黄和青葱 通通都陶丝切丁 我接下来就要和肥瘦饼 一比九的猪肉馅 一拍即合 怎么做出好吃的肉馅 得靠老板双手巧劲 老板使出吃奶力气 一边搅拌 一边锤打 只为了打出肉馅的Q度 和一般的水饺不同的是 这里的水饺不仅内馅丰富 就连外皮也色彩缤纷 因为是用菠菜 南瓜等蔬果做成 很有养生概念哦 打成汁的南瓜 有着漂亮的金黄色泽 赶紧和粉心面粉 来场第一类接触 不仅如此 还加了鲜奶 让面皮吃来有淡淡奶香 打好的面团 还得经过手工油脂 才会又Q又香 这个擀皮 就是我们擀的时候 这个外皮 中间部 面就几十年的擀皮功夫 老板像是变魔术一样 竟然一次就可以赶上十几张 巧手包进馅料 脚皮一合 双手一粘 有金黄 有翡翠绿 还有传统纯白 不到三秒钟就包好一个 圆滚滚 胖嘟嘟 刚出炉的水饺 不管是南瓜做的金黄 还是菠菜做的碧绿 通通闪着漂亮的光泽 手工做的脚皮 就是不一样 吃起来超有Q度 肉馅因为有了青葱 酒黄和护瓜的加分 吃来鲜甜多汁 一点都不油腻 沾点老店特制的酱料 又别有一番风味 它的水饺皮又Q 那个馅咬下去 那个汁多又好吃 我很常来买 我一买都是五盒以上的 我里面员工每个人 都是吃到屌屌了 QQ的手工脚皮 包进香气浓郁的韭菜 吃来喷香油味 跟水饺最搭的 当然就是酸辣汤啦 清澈的羹汤中 随手一捞都是好料 有木耳 红萝卜丝 还有嫩嫩的豆腐 吃来微酸特别顺口 酸 这个味道都有出来 味道都有出来 真确 所以说我常常来吃 过去在台北 当日本料理师傅 当年为了照顾妈妈 回到家乡开店做生意 到现在 一做就是37个年头 从传统水饺 到创意的南瓜 菠菜水饺 所有口味 都是靠着自己摸索研发 慢慢累积出好口碑 也成了桃园南门市场中 人气超夯的带地小吃 也成了桃园南瓜 第一次 小吃